欢迎大家 我们的今年的克兰蒙国际论坛 那这是我们论坛的第五天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重新思考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的文化 我们要怎么做可以让我们一起追求共同的福祉 我们要如何进行文化以及社区的转变 来共同追求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邀请了专家 这些专家呢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来自不同的领域 那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是Philip Clyden 他是我们的主持人 他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发言人 谢谢 very much Andrew and welcome to the audience today 谢谢 Andrew 我们邀请了四位发言人 那他们的介绍呢我就不全念了 One of the world's experts in commoning and forms of commoning in communities Monica Polaka Famous scholar from the Center for Earth Ethics Mona Bocalla 他是亚利桑塔纳州 美国原著名精神长老 以及于孔坚教授 他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 戴卫·波雷尔 他是美国作家 以及政策策略家 然后郑施艾 他是担任首尔创新局的局长 那我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今天我们这个小组的会谈 是移动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用这个机会 来 我会发起一些话题 大家可以共同地对话 同时呢我也会跟大家 问一下 问题可能是我们观众留在留言板的 问题的时候呢 尽量保持问题的 那对于我们的听众 如果大家要是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留在我们的留言板 或者是聊天框上 总共是有四个发言人 我们的这个发言 以及发言人之间的讨论 是持续一个小时 那在这一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小时的小组讨论 那小组讨论里面呢 大家会更加深层的去探讨这些问题 所以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 论坛里面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提问 尽量简短一些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更多问题 那于教授因为你在我的 题目上是第一人 所以我想先问你的问题 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当处的社区 为什么放在这个当地的社区是最重要的 谢谢 谢谢 我知道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 要把思想的领域放在全球 但是要把我们真正的工作重点 放在当地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着 自然环境的破坏 那我们也要把我们的重点 放在自然方面 所以因此作为一个人 我们从生物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会去拥抱生物多样性 那作为一个人 我们的文化方面也是多样性的 任何一种社区 以及任何一种人群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有自己面临独特的环境 所以就像在南方 以及北方我们的气候 我们所适应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这些在过去几千年 以及几十万年来说 都是有面临自己独特的气候的 一种生存方式 所以当我们思考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意识到 其实要把目光放在当地的社区 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当地的人 他们才能够认识到自己土地的独特的意义 以及独特的价值 他们才了解自己当地的土地 要如何进行更好的转变 这是我的回答 Beautiful, thank you, Pyeongchang Sianye, would you like to mention how, why do you focus on local 那,郑世爱女士 你可以回答我 为什么要把 当地社区吗 那好 第一点呢 我要回答的是 当地社区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我们民主的中心 我们当地的社区的所有的居民 他们住在一个地方 他们认识大家 那就像刚刚于教授所提到的 每一个城市的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有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 所以这些人 他们有自己的共同导向和追求 这才是我们社区的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会共同努力来促进社区的更好发展 如果有不好的事情 他们也会为此发生 所以我觉得一个社区 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 那尤其是讲到一个国家 乃至全世界的时候 社区才是最基本的一个元素 那对于让人与人之间 能够产生互相信任 以及互相能够产生共鸣的话 那在一个国家范围 那这个范围太大了 我觉得要以社区为基础 谢谢 那大卫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吗 好的 刚刚我们的两位发言人讲的 我也非常的赞同 那我要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首先我们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整个大大范围的体制的问题 然后 所以如果要是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 整个大系统内的一个小元素 也就是说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社区 那在我们当地的这些社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创新 进行实验 然后 因为通过这些创新和实验的话 它产生的一个影响 只是控制在当地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以一个可控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相应的先导 或者是先行性实验 然后再慢慢的将其扩大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如果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的话呢 国家 我觉得它应该把这种中心化的权力下放 因为一旦中心化权力高级集中的话 其实它是资深腐败 贪污的一个卧土 所以我觉得要尽量的让我们的当地的社区 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权 创新权 然后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然后采取自己相适应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在当地的社区 我们如果真的采取某一些政策上的决定 或者是改进的话 其实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力 就是一些大企业 大国家 他们不愿意去接受 我们所谓的把权力下放到各个地区 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于自己权力的一种挑战 所以我觉得这仍然是我们在未来要进行的体制改变 谢谢 谢谢 谢谢David 那莫娜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地社区的重要性呢 好的 之前三位的发言人所讲的 我完全赞同 我也认为当地社区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做一个决定 尤其是这个决定 它是涉及到一个人群 一个社区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考虑很多 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性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 或者是历史上的某一些事件 到底是怎么样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社区 它所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 我们同时要考虑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 同时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个社区 它的土地 土壤是什么样的质地 能够种什么样的作物 然后可能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到 我们这个社区的多元性的文化 尤其是当一个社区 它包含的领域很多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考虑当地政府的体制和建设 因为可能当地政府 它的这个体制和建设 跟我们所采取的方式 或者是跟全球化的这个进程 是相悖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非常多的这些因素 然后那这些因素 它就造就了每一个社区的独特性 以及特殊性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些特殊性 谢谢各位发言人 因为我们今天呢 一直在探讨当地的社区 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一次 一小时的讨论呢 变得非常的具体 然后我们的听众呢 要求大家呢 可以跟大家举两个 非常独特的例子 然后来讲一讲 我们当地社区的重要性 然后将当地社区 当为一种未来的发展模式 那可能这种模式 在未来就会推向 或者是推进成为 未来的生态文明的发展 那可能比如说 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自己与当地社区工作的经验 来分享一下大家 所现有的的领域和体制 那猫娜你先开始好吗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所了解的这些社区 你为什么觉得它在你心中 可以成为未来发展的案例 好的没有问题 我呢可以拿 Friendle的社区举一个例子 那这个社区其实 我小区这个有一条小溪 这个小溪呢 它其实是在山的峡谷之间穿穿过的 所以 原本住在这个小溪旁边的人呢 他们这个整个住民 我们都叫它蓝湖旁的人 然后如果大家要是想要去峡谷的话 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要么就比如说走八英里这么远的路 或者就是说骑马过去 那那那大家这样子一个往返的话 可能就得两到三周的时间 那当我们考虑到当地社区面临的这个地理地势的特殊性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 就是说他们 比如说收快递或者是取快递 其实他们是有一个专门的这种游递小火车 这个小火车呢会将他们的快件带到他们当地的村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性的地域方面 如果我们考虑这样的快件的投地的话 那我们要设计到一些基础的建设 比如通电的方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样的投地也涉及到一些食品的投地 把食品投地到当地的商铺中 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骑马或者通过飞行的方式去运送这些物资 所以说这是这个宗族他们生活的方式 谢谢莫娜 谢谢莫娜 那David在共同福祉项目中的工作中 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首先我确实从原住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们的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 一个例子就是在秘鲁的一个土豆的种植园 他们被这个地区被称为原住民遗址 他们这边的工作的目的就是 种植土豆 这个地区有很多种类的土豆 同时也有很多生物技术的公司在那里去实现一些生物技术的实验 去增加这个品种的多样性 在那边也有一个法律的规章制度 去保护我们的生态 保护种植的环境 所以这个公园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园 这样的模式 其实对于西方国家是可以去借鉴的 它结合了很多原住民的传统的文化 所以这样的有序的种植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去与自然互动 去观察自然 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 而且即使做出改变和应对 所以这样的动态的 动态的一个状态 可以去 应用到其他的地方 应用到其他我们想要实践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原住民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这样的原住民的生活习惯 也可以应用于现代的场景 谢谢你的举例和回答 郑珊爱女士 您之前处理过 国家城市市民中的这样的生态项目 那您觉得当地的社区有什么样的例子呢 我们面临了很多问题和挑战 我们也遇到了一些灾难 这些灾难帮助我们去 树立我们的境界 我们建立了太阳能的工厂 作为一个能源供应的方式 向每一个家庭去供应能量 利用太阳能去向每个家庭提供能量 这就是在这样的村子中 我们实践了生态能源的使用 也并且让大家理解到 对于能源的资源的建议和珍惜 就是在所有的建议 的建议 建议 是在建议 建议 当地的居民都在使用最实际的方法去节约资源 大家可以去节约下来那些剩余的资源 然后去储存下来 当地的政府也支持我们这样的举措 中心的政府也支持我们这样本地化的社区去进行这样的行动 所以当地的社区是一个我们实施这样的环保行动的中心 过去这些年中这样的乡村也做出了这样的能源转换的行动 有一些村庄的管理者和一些商店经营的人 他们主动去节约能源 节约资源 并且找其他的方式去寻找生态环保的一些资源 所以所有这样的小的行动 都是我们去获得更多的资源 珍惜它 那我们最后向余教授提问 您在这个景观建设学院中工作 您肯定也有一些具体的例子 就是关于当地的社区怎样做出转换 怎样做出改变的例子 您静音了 我觉得我们去管理这个地球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关于怎样去管理水资源 智慧的去管理 水资源管理的系统 我称之为海绵星球的公众 在中国有一个东鱼村在浙江金华市 过去的15年我在这个村子中生活 我饮用这个村中的水源 并且在村中挖井去获得水资源 但是突然 当我离开这个村庄回到学校之后 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这样的时代 所以这样中心水资源供应的这个系统退出了 所以在当地 当地的这种水资源的系统已经存在了上千年 但是这种系统后面就被摧毁了 我在中国当我回到我的村庄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污染的情况 干旱的情况 而且洪水的灾害风险更高了 这样的原因是 当本地社区或者是家庭 他们管理自己的水的时候 这些水资源自动分配 过去的2000年 中国人乡村的人们 他们已经知道 当我们去浇多少亩的田地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多少量的水资源 而现在我们面临干旱和洪水的灾害 所以去 这样的历史有上千年的历史 而突然有一天 城市的中心的这种工厂 他们浮现了 他们将这个水流截断 然后建立了非常中心化的 精密的系统去管理水资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行为造成了很多洪水的灾害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水资源 全都收集在一个水库之中 可能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干旱了 没有雨 没有下雨 所以这样的精密的水资源管理的系统 是不够的 它其实造成了很重要的气候方面的危机 所以我现在 过去的十年中 我正在做的就是 去利用我们古代人的智慧 这样的海绵系统 去分散我们的水资源 分散水资源系统 现在我们主张去去除 水资源的集中的管理 我们让在当地去使用水资源 我去农民 他们从工厂去买化学的一些肥料 这些东西非常便宜 其实这些东西 化学东西 我们有一定量 他们是直接流到河流中 比如说长江最终流到了海洋之中 所以我们的集中的水资源管理 和海绵水资源管理 两种管理方式是有区别的 谢谢于教授 我们有很多问题 有两个问题是问所有人的 然后我们会针对每一个提问 针对的我们的嘉宾向他们再去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 反美军女士向David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地的社区怎样获得更多的权力 当地的社区 他们可以去拥有自己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吗 可以保护自己吗 其实 中心的这种集中的管理是比当地的管理更强有力的 其实这涉及很多政府 政府机构的东西 他们可以去建议 我们可以去 所以在美国,其实我们有很多社区也是经历过这样的改变,比如说我们有水利,我们有裂压, 其实它是我们一种往地下攫取能源的一种方式,然后就引起了当地的很大的反感,所以我觉得它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跟社区以及当地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冲突, 所以我希望能够让,如果让社区有更多的致自力的话,其实他们是可以去根据当地的这些问题来跟当地的政府来建议或者是提议,谢谢你的问题。 那今天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会议都是录音的,然后你对于大家回答的问题是之后大家可以在网上听的。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是要问Mona,然后因为你呢之前我们看了你的相关的一些简介,首先你是土著主母国际理事会上的成员, 那我当我们讲到当地社区,那我觉得最早的当地社区其实就是土著人的社区,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在从土著居民的智慧方面讲哪一些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好的,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我考虑一下当我小时候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有我们当地原始的一些教导,那这个教导呢就是说我们出生在这个地球上,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要保护地球上的水源,保护我们的山川和河流,保护空气,要如何来经营管理我们的土地。 这其实是我们从小父母以及我们村中的长老会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与地球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地球给我们土地,给我们水源,给我们空气,这是给我们的一种恩惠,那同时我们也要回馈自然,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我们与自然之间相处的平衡。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一种教育,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学校也会去教导孩子水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可是他们却没有从根本上来告诉孩子你们对水,对自然中的任何资源是要怀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寻求我们与自然相处的一种平衡的话,那可能最终就会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没有办法,也就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很多困境。 谢谢,谢谢莫娜。 那郑女士,你在13年的时候开始担任首尔市政府非营利组织支持中心的第一主席, 自2019年你开始担任首尔创新局的局长,我们呢有一个观众,他想要问你说在首尔,因为首尔这个城市非常的大, 它的人口是一千万人,所以你觉得在首尔这样大的一个国际大都市, 你们所谓的当地社区它的规模是多大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应该是有25个这样的行政区,也就是说首尔呢我们划分了25个区,那在这个区里面呢我们大概就只有10万人, 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呢这个区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地的社区,那与此同时呢我们首尔还可以以更小的单位再进行划分。 在中国呢? 明显 这个问题是上班的 increases关系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来自于我们的首尔政府 然后就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传播 而且呢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更小的这种行政区 像两万人的这种行政区的话 他们会比较灵活 那当地的社区这样进行这样划分了之后呢 其实他们可以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中呢 也会意识到自己的需求 跟其他行政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这种当地社区的这些居民 他们可以以一种居民提提议的方式 来向上来向政府建议 就比如说对于老年人的照顾 对于儿童的这些照顾中心 然后以及我们当地的社区的一些 比如说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和可再生资源的回收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由当地政府来进行建议 或者是来进行改变的 那要振兴当地的这些社区的话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运动 叫振兴社区的机构 振兴社区的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的资金来源 其实是首尔的政府 政府会下播一些款项 然后大家收到这些款项之后 会利用根据当地居民的一些呼声和需求 然后来组织相应的改变 我们其实以这种非常 当地社区的这种层次的话 它所带来的改变是可以反映到首尔市政府 以及全首尔市的 谢谢 那于教授 我们的听众呢 也问了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个问题有点像 我们的听众呢 对于您刚刚一开始讲的一个试验春 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他们想问你 你作为一个城市策划师 你能不能就是说有自己的权利 在当地进行一个 比如说城市的策划 以及城市的规划 那你是如何进行 在当地进行创新的 因地制宜的创新 因为我刚刚讲到了 我们的海绵城市 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治理水系 对吧 然后所以首先第一点 我们肯定要确保 要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 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唯有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来拿到 政府下放的这个权利 来进行当地的规划和策划 其实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呢 我呢会在大学上上课 同时呢我会去建议一些市政府的领导们 来告诉他们 我们这个当地的规划 怎么规划会比较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提建议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那我还要讲的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市 他们都想要建立一种 去中心化的水系管理系统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这种 去中心化的一个城市规划 那它所运行的体系 其实是要得到中心政府的支持 也就是我们政府给予的支持 那我们做到这一点 其实是需要有当地的这些 设施的支持 这些基础设施和这些基础体系 那他们是支持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对于煤这种燃料的管理 其实这个管理 因为我们要根据当地的呼声 来决定这个发电厂是否能够建在这里 等等 那近些年呢 我们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去听到了 一些当地居民的呼声 当地居民的一些呼声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仍然还需要 进行提升的方面 但是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管理体系 那我们这是一个当地的小体系 那同时呢 我们要在整个中心化的框架内进行运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正在探索的体系 谢谢 谢谢于教授 也就是说为了改变我们整个的体系 首先呢要进行一些创新 那进行创新了之后呢 慢慢的来提到我们所说的思维模式 以及体系的改变 那我们再进行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有两个改变 你觉得这个改变呢 带来最好的影响 所以你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出两个改变 你会做出两两个改变来帮助你当地的社区 有没有人想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呢 好 我觉得 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不能够只 限于某一个当地的社区 而是我们其实可以是 比如说社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 或者是说从我个人的理解呢 应该是说我们不同的社区之间可以参加一个共同的运动 或者是共同的一个倡议 让社区的人民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 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有用的 而不是说要只把这个问题扩在 比如说只限制于一个社区 谢谢你的纠正 谢谢你的纠正 那好那我们说你觉得如果让你去选择一个基础设施你会选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那假如说要是有这种工地的话也就是公共土地 那我觉得这是我研究的一个领域因为这个其实是公共资源 那我们有一个相应的组组叫公共资源策略组组 也就是说在这个组织里面我们创建它的组织的目的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意识到 政府其实可以与在城市的基础上 然后能与当地的社区以及一些机构来帮助他们建立 比如说政策上经济上方面的运动或者是倡议 那这是一个开源的在这个开源的方式中我们是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帮助当地的社区更好的来进行 所以对于这种公共资源的管理不仅是政府的一个责任 而是要与触及到社区来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 好的好的对于公共资源合作伙伴关系 而且是在市政府的层面上 对对就是我说的公共资源是我们的第一主导 而不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领导力 而是要听到我们当时一直讲的公私合营 其实它就是政府与私人机构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私人社会中的一些引导和合作 其实这个是可以带来真正改变的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 那还有人想要回答吗 那好的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我们与这种中心化政府合作 或者是中心化体系合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新中国想的就是说 能够与他们真的是相沟通 我们在提这个建议或者是策略的时候 能够真的是与他们也产生产生共鸣 那有一些人就是提到了一个社区的领导力 或者是领导类领导人 你是不是想讲这个是需要有一种领导力 来去跟当地的领导讲解这些事情 或者是倡导这个运动的 其实是这样的 我刚刚也可以是这样来概括 因为如果一个社区是没有这样子的领导力 或者缺乏这样的凝聚力的话 其实是很难带来改变的 那Mona你有在这方面有没有想谈的呢 好的 那刚刚大卫所讲的公共资源这方面 我想要再深入的探讨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累结 举个例子 如果我家旁边就有一条河 或者是有丰富的水源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水源所做的 不管是往里扔垃圾也好 还是建了一个水利发电也好 其实它对于水源的上游和下游 都是有极大影响的 我们要如何去做呢 其实还是要改变人们内心的这种责任感 只有改变这种责任感的时候 才能够更好的从根源上来保护自然 那郑女士你有要分享的吗 在我们韩国的话 其实我们城市的运营是跟政府和经济发展 是仅仅相关的 而且是一直是依靠这两者的发展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极需要一种方式 就是说对于我们公共资源的一个管理 要有一个完整的管理运营体系 所以因为像首尔这个城市 我们之前是加入了一个国际合作 这个合作呢是致力于当地发展 以及当地生产的 而且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我们呢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一些之前的发电的一些废物 或者是垃圾来再运行 或者是可再生 然后将它建立起 用它所产生的一些废料 建了我们的一个花园的底料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向人们传递一个思想 那这个思想就是一些废物 它的可再生 它的再使用 其实是可以便废为宝的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要向大家传递一种 这种公共资源 它的再利用 其实是可以在社区层面上来先进行管理 而不是必须要从政府由上到下的管理 好的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 下个问题呢 是我觉得还有一点难的 然后 这个问题有一点严肃 安住呢 他问在座的各位 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聊天框的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 可以去聊天框看 那在省市区或者是国际方面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问题是从这些比较大的层面上 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 而不是从个人或社区的层面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政府他们是如何 比如说不涉及到跟当地社区向沟通就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有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 第一点 也就是空气污染 因为空气污染 它其实是从一个非常大的政府的角度上 必须来做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森林资源的保护 因为森林资源我们都知道非常的重要 但是当地社区可能跟资源有的时候住的也比较远 也设计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得从国家层面的这个政治政策角度来解决 谢谢 谢谢于教授 那有其他人回答吗 我觉得我有 我拿印度举个例子吧 因为印度它其实是有一个社区是住在森林周园的 然后呢 他们这个森林资源就是由社区来进行管理 因为如果要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管理的话 其实他们仍然在制定一些政策和标准的时候 仍然还是会忽略一些当地社区的一个需求 而且会有太多的官僚主义的影响 设计在里面 而且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从很大层面 比如说市政府或省政府的这一个层面上来解决某一个社区的问题的话呢 仍然还是会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个退步 所以那因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仍然还有这时候会面临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 因为涉及到政治它就会涉及到退步让步这方面 那我呢也想要说两句 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要从这种完全国家的层面上来进行当地社区的管理 那这个这个模式如果要是很成功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共同去探讨当地社区的重要性 以及当地社区它要如何进行转变 如何管理才能够让我们一起共同追求未来的福祉对吧 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对话的一个重点 也是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 我们既然有这个主题有这次谈话的话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当前的这个体制 也就是说由上至下的这个体制 其实是不管用的 或者是说没有那么的高效 我们的水资源动物植物 如果它其实都是受到我们现存的这个体制的影响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莫娜 谢谢莫娜 那现在我们 郑女士您刚刚是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现在请您开始 我认为国家层面来制定这个政策的 然后又从政府的层面上进行 这方面的政策和立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减少这些重工业的排放量 以及碳排放量要如何进行一个管控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话 这种关于碳排放量的调节 是必须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管控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的沟通和交流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我们也会有城市间的这些改变和模式的改变 那举个例子 在去年的时候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各个影响 我们首尔市政府 他们就聚集了很多当地的这些行政区 以及更小行政区的长官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当时每一个不同的区 他会根据当地的一些工业分布情况 来表示要如何做减少碳排放量 然后来缓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像可持续发展方面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Eclay这个地方 它是 召集了一千多个不同的行政区域 来加入我们 帮助我们共同地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 所以像这种特别大层面 的问题碳排放量 气候变化 以及可持续发展 其实我们是需要政府 他从一个高层或者是中心化的方面 来组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其实也知道 除了 我们知道 当地社区的重要性 但与其同时我们也知道 城市之间或者是大范围合作的重要性 谢谢 我们知道 这种建设是在 当地的社区之间的积极配合之下 才能构成的 所以我们 可以考虑 社区的社区 就是在社区之间结合 去联合到一起 去组织更多的社区 去扩张 所以这样 可能吗 我们 可能去建立 社区的社区吗 有利这号说 就是当地的社区 怎样作为一个基础 去 使更大的 社区的范围 之内的社区 去联合到一起 我们的嘉宾可以有任何人回答一下吗 David knows this question because it's a critique of the comments that it cannot be scaled and I know you've written about it I would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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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ey应该有所了解 其实我想说 这样的 这样的社区已经有了 其实当地的社区 可以是成为这样的 社区 集合中的成员去工作的 比如可以在当地社区 去进行农业的生产 或者电力的工厂 社区之间可以合作 所以我们说的是关于地理 与地理有关的社区之间的联合 我们可以 就像这个聊天室中提到的问题一样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区之间的 社区之间的结合 然后我们用这个社区之间的 集合这样更大的方式 去进行合作 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是 当地的社区 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意识 或者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设施 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 社区间的合作 这个没有的话 这也是我们需要建立的 谢谢David的回答 我们其他的嘉宾 可以回答一下吗 所以生态文明是说 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的系统 David提到 地理上面的社区 他们成立社区集合的时候 那我们这样的集合是怎样的集合呢 是所有的资金资本的集合 还是因为每一个社区 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当我们说到 整个世界的这个市场上 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合作 我们因为GDP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追求贸易 追求比如说家庭中增加一台电视 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 使用一些化学的药品 去加快我们的生产的速度 所以其实我们要改变的是 我们的价值系统 我们去倡导生态文明 我们需要新的价值系统 新的生态的服务的观点 而不是去追求资本 或者去关注我们的生态的资源 其实我们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 干净的空气是更有价值的 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新的 价值观 而不是以GDP 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 需要做的就是 教育方面的改变 第二我们需要新的经营模式 比如贸易的模式 我们可不可以卖 我们山中的有机绿茶 以更高的价格去售卖 工厂生产的绿茶相比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营模式 第三个方面 我们是需要政治的参与 所以我们需要社区之间的规章 制度 我们需要新的法律法规 据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律 可以去依循 所以三点 第一点 文化方面的 第二点 经营模式方面的 第三点 政治方面的 三个方面 这个回答的问题 回答得非常清楚 美金老师 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GDP的价值导向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 希望大家简短地回答 在你们的生活中 在你们的社区工作 当地的社区工作 最终的希望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 OK 现在的这种方式 我们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我们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我们追求的价值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方面我是看得到希望的 在你们的工作中 哪一点是你们看到的希望 未来的希望是怎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生态文明来讲 当地的社区 是我们生态文明的基础 那余教授 可以您来说一下吗 我们看到的希望就是我们面临的危机 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 我们可能就会死亡 所以希望来自于我们的危机 过去的二十年中 我们已经学习到 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不能再去承受 这样的污染 这样的同样的灾害 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 我们可能就会面临灭亡 这确实是带来希望的 那因为希望在哪里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实力 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么明确可见的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 我们的共同体的社会 可以看到学会的变化 体系的变化 这些变化都不是那么明确 明晰可见的 但是是存在的 这样的问题的实质是 我们怎样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正在讨论这些问题 就是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知道面临的这些改变 我们是要快速地去做出改变的 而不是长期的改变 那么 通纳律师 通纳律师 在最后一个发言 然后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工作中 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工作中 什么样的东西给你大家希望 首先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联合起来 在全球的范围中 有很多的组织员 有很多的组织员 这样的表述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 传统的 以大地有基础的认知方式和实现方式和信仰学 体现出来 去强调我们与地球母亲之间的联系 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在觉醒 我们说的范图转换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改变是即将发生的 谢谢我们的嘉宾的发言 非常精彩 谢谢大家 这个对话确实是非常精彩 我的头脑也非常逆转 你给我带来的希望 我们以后的下面两个小时 会有多个精彩的会话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交流很多的思想 我们下面 后面进入分小组讨论的房间中 然后我们 如果大家有时需要 需要离开的话 然后下面我们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小组讨论的模式 当我们继续去考虑 车身的时候 去考虑 通知物质的时候 我们可以首先介绍一下 我们设计出非常有意义的内容 第二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周围正在经历的什么 世界中正在经历的这个事情 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后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听一下我们是怎么 进入到今天的这样的情况的 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一下 我们 后面将要去到哪里 生态文明正要走向哪里 你说过去 未来的 几年之后 我们的文化 观会是怎样的 然后最后 就是我们的路线图 我们怎样去走到我们 设想的这个未来的目标之中 就是这样的结构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指示 希望大家可以 进行指南 提供给发挥 出几个想法 然后我们 要做讨论过这种行动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到 小组讨论之中 然后每个小组讨论 我们没有双语的 成员参加 可以帮助我们沟通 让我们可以进入下来 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精彩的想法 谢谢大家今天的讨论 大家现在可以加入会议 然后我们会 配到各个小组论中 就是社区中的社区 谢谢大家 Qiyosun could you put me to the Korean people you know yeah we'll see if I can find an ideal group for you okay Yes Hi Arlene I have a question May I please go to the room with either Beverly Parsons and or David Bollier Absolutely Can you make that happen Andrew Will do Make it happen Andrew And so it is Thank you And so it shall be By the way you need to know Beverly Parsons also she's incredible Yeah Do you know her Only only from this So she's she'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wesome Yeah Well hopefully we can follow up more and connect after thi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Andrew this is Kevin I have a question If we if we're uncomfortable with the room that we're in can how do we get back to try to ask Hit leave I think it's it's leave breakout room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and then you can cut and you'll snap back into this lobby area Okay And then we'll and then we can reassign you Got it thank you okay I'm going in one And it won't be socially awkward because everybody will assume that you're you know you just dropped off because of internet purposes so you always have yeah Western нравится sotto around you i'm trying to see if there's a good place for you I really like to talk to Sonan. What is your name? taong sonny? yeah yeah i don't know if she stuck around for the breakout session or not oh is that right okay yeah i don't believe so i'm not sure david did as well yeah i know it's tough for people over in uh in asia right now because it's one compute was confused over the date actually did we have a time zone difference so she's exactly it was yesterday so she rescheduled the session for today but she need to leave earlier so to go to her meetings and stuff yeah and can't make uh make it well i i uh of the five people or six people in the group i've already been with uh almost everyone but one in a different group so yeah how do you how do you feel about room uh what room was that andrew that that's kevin and it was one room one okay everyone what about room three yeah i'll i'll try it i'm just was hoping to be with some people with some new people perfect we'll try it we'll try another one for you and andrew also i have a question in room one if there is somebody available who can translate chinese that would be helpful to go into room one because there's one person there who does no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know kevin yeah i just thought room one uh it's a big group right i saw there okay let me let me uh found so room two u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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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uh yeah i send the ellen john so he is good in english to room one helen helped us last help helen helped us last yesterday okay good good okay okay andrew can you put me back in room one please okay you got it kevin i'm gonna send you to room two first and back to one because we we have to i originally sent you to one so you'll get two invitations okay okay and uh so let's click not now uh and now click not now you should get an invitation oh there i am okay perfect thanks kevin okay so room two no chinese room two is very large room one it's very large only five people there in room two how do we get 12 people in room uh one so because i i several people have dropped out before the discussion group so i was trying to get uh you know 12 to 14 per group we have six uh five uh all the all the other groups would have been large too but then everybody leaves right and that's okay because uh heilen also in zoom one now so they have two chinese who can speak a good english uh in room one room room two no need for uh translation and uh room three it's good in english okay and uh room four let me see room four no need for uh english and uh room five uh chung hui he it's good in english but yeah chung chung hui he so yeah okay well then is there a particular room you want to go to meijin yeah let me let me let me see your room one is too large okay it's too too large um maybe room two room two is probably good yeah room two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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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here it comes much much richer than the previous meet